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连续几天的暴雨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 大马路已经被水淹成一条河 当地居民要不涉水而过 要不就只能走在马路尖阁岛上 印度媒体报道 这场暴雨是因为孟加拉上空的热带气旋带来的 当地受灾最严重的是南部城市青奈 政府派出的救援人员已经疏散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灾民 不过青奈的一些平民窟灾民久久等不到救援 而被迫呆在淹水的房子里 面对着排水系统不完善的地区 青奈水灾灾民满烈无奈 不仅要用家里的锅碗瓢盆来接漏水 还有不断涌出的污水 令灾民的生活环境变得极度恶劣 根据印度气象研究的报告 本周的降雨是2015年以来青奈市遭遇的最大降雨之一 原本在当地这个时候降雨并不罕见 但专家警告气候变化加剧问题 使降雨更加强烈和频繁 才导致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洪灾